江熙 從現在的發展來講 義大利 歐盟跟美國的疫情 在這個週末都加速加快惡化 尤其是美國 真的是很令人失望 就是說他有全世界最強的公衛力量 這些疫調這些手段 都是從美國發展出來的 結果你看川普到現在 還是非常輕忽 他這是提出抗議預算 他只提多少 25億 他剛剛講 他說我要25億給我83億 所以我就接受了 代表什麼 你想想看25億是什麼概念 他人口是我們的15倍 他的抗議預算給我們沒差多少錢 他751台幣 我們600億台幣 對不對 15倍人口你能幹嘛 所以他坦白講 他就是一路上的輕忽 而且川普他是作為一個商人 他對健康的態度就跟自由一樣 健康跟自由一樣 就是說你失去他之後 你才知道他的可貴 你預算不足 你有再多的公衛 疫調力量 你能怎麼樣呢 七天前美國總檢查量 四百個個案 兩天前他檢查到兩千個 坦白講就是我們台灣 這種錯兒小地方 一天的檢查量 他病兩千個 你說起來 坦白講真的 你讓那些醫護人員 小腹難為五米之吹 你就不給我檢驗 你通通要送到CDC去 那你要怎麼辦呢 那我再多的朋友我怎麼辦呢 那講那個口罩的下滑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CDC到現在建議美國人說 正常的不用戴口罩 因為你口罩就不夠嘛 他要留給醫護用 對嘛 你只有三千五百萬個口罩 三億五千萬能口 你這個口罩是要幹嘛 然後更人家覺得 有一點替美國人覺得 很氣憤的是 今天這個肺炎 新冠狀病毒 不是昨天才發生的事情 已經前前後從12月 中國大陸人 跟1月3號通知你了 而且我認為美國 在1月3號之前 大概就知道了 那到現在已經 兩個半月到三個月了 你準備了什麼 他們會不會覺得 隔著太平洋 感覺比較遙遠 台灣因為 雖然中間隔著台灣海峽 可是台灣有密集的兩岸往返 甚至有一陣子小山通 都變成漏洞 所以台灣雖然中間隔著 一個台灣海峽 但是大陸出傳染病 台灣就覺得 我們沒有嚴正以待 我們會很危險 那美國人會不會覺得 太平洋比較寬廣 然後覺得 那是亞洲病人 沒錯 亞洲傳染病 現在傳到歐洲 傳到美洲 其實如果你看 在赤裸針雜誌 剛剛預印版 就還沒有印出來 就往上宣布了一個 中央大學 林教授做了一個研究 他說全世界第一個要陷落的 其實應該是台灣 因為他以我們的交通 等等去估算 台灣是最慘的 所以川普經理 大家也想說 我那麼遠 關我屁事對不對 你們可能死光了 我們美國都還沒事 不過我跟你講 如果他有這個想法 代表什麼 他根本聽不進去 他們CDC任何的建議 還有他們如果認為 類似2003年的SARS 你也必須承認 那一波的SARS 對於美國本土 也沒有那麼大的傷害 那一波主要集中 也是亞洲幾個國家 對 他不能把每一個病毒 都想到 像SARS那個老實 然後敦厚的病毒 然後一來就要有症狀 那就跟你講說 你今晚額到SARS 忠厚老實 他就忠厚老實病毒 不像這個病毒 他一來就不跟你講 對不對 像這種 你不能把每個病毒 都當作他忠厚老實 對不對 如果你這個想法 而且你出去看 川普當初在講說 每一次每一次的時候 他講完之後 隔兩個鐘頭 CDC就開記者會 就直接推翻他的建議 就是說 沒有 社區感染 不是要不要發生 是 什麼時候要發生的問題 對 他現在就是社區感染 而且是一爆 那麼多週都開始 社區感染 而且他現在有 以他已經 驗的不多 確診500多 其中三大政經社區 華盛頓 這白宮高層 然後東岸 不好意思 紐約 金融重鎮 西岸 不好意思 加州 四股 金融科技 政治重鎮 都重傷 如果這個病毒在傷 他年底也打包走人 可以會拍公打包行李 我認為這個東西 繼續蔓延 因為你知道美國人 輿論 只要死了美國人 就開始有人會覺得 你的施政是有問題的 所以到最後 因為死人越來越多 他一定會被 阿劉說 你怎麼搞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坦白講 我也認為說 他做了那麼多 錯誤的事情 致病影響他的選情 到目前為止 我看他唯一做的事情 是什麼 他的防疫中心 一起來就是一級開設 對 對不對 因為副總統 到做指揮官的話 那代表那個 就是一級開設 所以他坦白講 我目前看了上眼的 唯一 川普做的事情 就是這個一級開設 沒有 他一開始不是彭斯的 真的嗎 上個禮拜 對 所以我跟你講 股票跌三千疊 跌了之後就彭斯出來 他就彭斯出來了 那現在在熔斷以下 他可能親自出來 他可能每天的競選行程 都變成防疫行程 不過我跟你講 他真的不要出來 推特不在嘴中國了 我跟你講他不要出來就好 因為他出來他的貫穿態度 就是很輕視意料這一塊 他還把歐巴馬那個平民的健保 他被給他砍掉了 所以你才知道他的態度 你看看 今天這個問題一定會變成他的致命傷 你有那麼多人沒有健保 十三點五Percent的美國人 那是幾千萬人 你就說好 那我給你免費檢疫 好像功德很大 免費檢疫我連救護車都坐不起 對不對 救護車八萬塊台幣一次 誰坐得起那些 尤其是根本沒有醫療保險的人 他是坐得起救護車的人嗎 所以我坦白講這個 那我理他是不是就把他 美國做法是不是就把他類流感化 就是說我檢疫嘛 你比較嚴重的你來找我嘛 你如果輕症或者無症你當然不會囉嗦嘛 流感有的時候也是這樣嘛 因為美國那種人就覺得 小感冒小流感不用看病 所以今年流感人的死亡率跟人數也不要高嘛 然後他把他的控管直接拉到醫療體系 就是說直接進入醫療體系的分流跟重症的管控啦 我認為這一段像日本現在類似這個做法 可是我認為這一段不會成功 為什麼 流感你能做到之後是因為流感 大部分人都有某一種程度的免疫力 因為流感每一年來一次 我們所有的在座所有的人都在某年某月某一天 曾經得過一次流感 所以你會細胞的免疫會一個記憶力存在 所以坦白講大部分人不會被流感搞到死掉 可是今天這是一個沒有抵抗力的病毒 所以他到目前宣布的死亡率都在流感的20倍 如果你又要4.5的話是45倍 所以美國人怎麼可能願意承受說 譬如說60%能夠感染到死掉 好2%好了我跟你講他就不要玩了 而且他顯然是特定的對中老年人 特別是老年人的死亡率又標得更高 對這一點我倒是有一點看法給各位補充一下 這是所有的肺炎的死亡率 你看到年紀大這邊來就變得 一條曲線上來 代表什麼 所有的肺炎 老的死的就是快 而且它是對速曲線 所以其實這種肺炎不管流感肺炎或這個東西肺炎 你只要肺炎多 老人家死亡率就高就高 好那我可以用肺炎鏈球菌疫苗來講 就是說肺炎鏈球菌侵犯到肺產生的肺炎反應 也很容易讓老人致死 所以為什麼他們鼓勵老人打疫苗 所以這支的新冠病毒侵入到肺炎 也可能讓老人致死率高 所以就回到你剛剛講的邏輯了 中老年人特別是老年人 他得到肺炎 他的死亡率就是特別高了 不管他是因為病毒或者病菌引起的肺炎 甚或流感引起的肺炎 就是不知任何源頭引起他肺炎 然而肺炎對老年人的死亡率就是特別標高 對 可是問題是說肺炎症球菌它本身有疫苗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國內很多縣市 都已經是免費打第一次了 就跟很多縣市台灣也可以打流感疫苗 老人都可以打 對 可是這個新冠病毒是沒有疫苗的 所以我認為他的死傷 其實是一個政治人物承受不起的 他要為他當初的輕忽 以及對醫療預算的打壓付出代價 好 我們稍後回來